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今天大盘只有2089亿 其实平常你讲有点少 有点少 从这么少的量来讲 还可以让大盘大涨157点 这表示说涨的股票 就是以权重股为主 并不是说的股票都涨 那当然今天最明显的 大概就是我们的发哥 今天基本上收在最高 收在930块 以一个带量长红的姿态 基本上是收在最高 那我想今天 当然我们不是要探讨联发科 他可不可以买 而是说从联发科今天的表态 就像我之前跟他提醒过的 这一些动辄迁远的 这一些我们讲高价股好的来讲 我大概看了一下前10强 就是前10党最贵的股票来讲 包括细利 像包括比如说像细利来讲 你看像细利也是站上际线 那还有这两天也不错的 像大力光也突破际线 3529的立望 突破际线后 只有稍微震荡拉回 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机械附近震荡都很正常 还包括叫做普瑞 还有联发科 还有这个像比如说环球晶 我并没有每一档都列举 就是说至少在我们讲这些 比较偏向于500块以上的高价股来讲的话 十之八九 他们都做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突破极限 之前我有跟他提到 就是说通常来讲 这一些我们讲直优的高价股 当然有些低价股的基本面也不错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 将近2000党股票全部都拿出来分析 所以我比较习惯性 还是会先以这些高价股 作为一个行情的研判 那他就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这么贵的股票 为什么都可以领先大盘突破极限 这意味着什么 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就像我早上的节目都会 经常去跟他聊这个问题 就是说上午的节目 我们就是看看行情 那下午的节目就看看今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 那今天早上的节目我也讲到了 就是说这些千元的股票 绝非一般散户在买的 当然也许你现在看我节目 你会说做法师 我买得起大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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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五六十万是算什么 那毕竟是少数 就是说对于手握 有将近超过千万资金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市场是很多 但是这些人不可能 大家都看好戏力 看好大力光同时一起买 每个人还是心里面 有一把词汇 去衡量一下 我有一亿 那我买个戏力没什么 我只有五千万 不然我买大力光好了 就类似这样子 会稍微递减 你说有意义的人会全部都拱大力光 也不太可能 他还是会稍微分散 所以这一些资金雄厚 我们讲说实户大户等级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们的操作模式 最近锁定的都是以这些高价股 我们讲比较偏向于 高不可判的高价股来讲的话 表示说这些大户级 这些实户级的这些投资人 他们是绝对乐观看待这一波大盘的反弹 不然的话他们就压低价股就好了 你看像今天涨天板的股票 不是很多都是一些小型股 低价股 就是说各有一片山 每个人他喜欢的股票不同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来洞察这些大户的方向 从高价股 基本上来讲错误率不高 就像当初我看空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我说像以细地来讲 你看他在一月份的时候 大盘创新高 他无法创新高的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就告诉大家 对不对 高价股走落 尤其像细地中股票走落的话 大盘绝对不会太好了 那事实证明是不是大盘 一口气就杀了三千点 是不是跟细地的走法一模一样 所以反观 当现在整个细地底部完成之后 在酝酿往上走的时候 你说他带着大盘下来 有没有可能带着大盘上去 所以我觉得高价股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千万不能够等闲四字 你不能会说 哎呀 周老师 我仅能八万 我买不起这么贵的股票 对不对 我才两百万的人 我连系列都买不起 那我就不看了 不要这种想法 你要有那种大户的思维 去想一想 这些有钱人 为什么要买这些股票 这很重要啊 对不对 就比如说有钱人 为什么要买超跑 一台车两千 整万下午的 而且那个还不是铁做的 还是用那个FRP做的 哎 弄的 去买一个塑膠做的车 有人会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所以 就说 这些有钱的人 当然有钱人玩的鸟定 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对 可能吃餐餐都吃很好 可能住都住那种 一栋两三亿的豪宅 对不对 然后开车都是开洞 都是上千万的车嘛 他们在想什么 我相信股票 他们在做股票的思维 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啦 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所以我就记得 我当初在节目上 就跟他提到嘛 我说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行情很简单 别的我不知道 反正看系列 应该是不会错得太离谱 果然事实证明嘛 大盘跌在三千点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讲的 去看一下去年12月份 跟1月份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节目都有重播啦 我不像有些老师 看错了 说错了 就把那个YouTube上面的节目下架 我没有 我的节目没有一天下架过的啦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维护 网账呢 还有问我说 周老师你哪天有一个讲错的 要下架跟我讲 我说讲错就讲错 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在造神 今天我坐到这边又不是说 哎呀 我是神 我是全世界最准的老师 我永远不会错 不是啊 我错也没关系啊 我反正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我看错的那几天也无所谓嘛 至少知道我错在哪里 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也不错 但是要记住 绝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对的 这样记住几个重点就好了啦 好 那既然高价果 领先大盘突破季限 虽然说今天大盘的量不太足够了 只有两千亿 但是就我的观察来讲 在酝酿突破一个大压力之前 量缩都是很合理的 就好比说今天大盘要突破12日移动明明线之前 这边是不是也出现一个短暂的量缩 相对的 就是说在每个关键关卡要突破之前 都会有一个稍微的观望是很正常的 那当然今天早上节目我有讲嘛 就说如果你今天 在你的操作规划里面来讲 你希望能够做更有把握的事情 好 那当然你可以等大盘突破季限后 再来卡位 这个我尊重每个人的做法 但是这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要等到大盘突破季限 再进来买的话 我只能这么跟你讲 你十四八九都会有最高的风险 看你买什么股票啦 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为什么你看我一直鼓励大家 逢低来买股票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之前跟他推荐过这个金利科 虽然我没有天天讲 那大家知道我出清了嘛 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说 哇 你放到金利科探罢子 因为我已经出清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讲 但我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在他还没喷出大涨之前 这里是不是盘了好几天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这么讲好了啦 不要说你们看电视的啦 就连我自己的会员都不耐烦啦 老师 你有没有看错啦 对不 都没电没电呢 对不 我跟你讲真的啊 不要说非会员 连会员都会有这个问题啊 可是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回到 当初我们布局的时候 你看一下今天金利科已经多少了 快450了耶 如果我们今天把时间拉回到 接近一个月前 你看5月20号那天 金利科表现符合预期空手多少 364到366 有没有看到 低阶啊 我问大家好了 请问一下我5月20号买了金利科之后 金利科有没有立刻大涨 并没有啊 可是现在回头去看 我在5月20号这边卡位布局 在360块附近卡位 我又没有错 后面这一段你能赚多少 那不是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个人做业 个人搭嘛 对不对 师傅引进门嘛 可是我们现在回头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当初逢低布局 当你看到金利科大涨的时候 你任何的追进 当然啦 也许你追贷400的你也会赚 追贷400亿的也会赚 但是绝对不会像我们当初 在360块这边充容布局的时候 那种心情特别跟人家不一样 我们讲的比较一点疯 比较一些比较事不关己的啦 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在聊天吃饭 你主持人家要什么5票 我买金利科啊 你几块买的 我三百六十块买 什么 你三百六十块买 怎么不跟我说 三百里买 这个时候你身边的朋友 也会特别的敬讶说 你怎么知道三百里买金利科 不然我就看组红的节目 他推荐金利科啊 我就对他买啊 虽然我不是会玩 还是他有播金利科嘛 对他走就好了 你看 是不是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看节目 就真的要买金利科 因为有包有扁的啦 包的是因为 哇 周大师你好准哦 金利科真的上去了 扁的是说你看啦 叫人买之后这边拌整买摆 哎呀 没准啦 你老师功利不行啦 我跟你讲 都是这样嘛 所以我一定要让很多投资朋友了解到一个重点 就说今天买在起账点的重要性重不重要 可能你会说做的事可是这边金利科已经不是在低点啦 当然啦因为我这一段我没有在做金利科嘛 那时候做别的嘛 别忘记那时候我手上很多其他股票什么金鸿啦 金燕啦 亚信这一些啦 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把重心摆在这些比较贵的股票 我都摆在100出头的股票 可是当大盘开始发动第一个阶段完之后 这一些领先突破季线的股票 哎 你没有发现到一档一档接棒在喷出 你看金利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提醒大家第二个重点 什么叫第二个重点 你这个时候的布局方向 我的股我的建议 你不要再去买那些还在底部的 我早上又举了好几档历子嘛 你看这个这个叫什么合一 这绝对没考虑的啦 这叫中环 这个大家也不用考虑啦 看起来现在在打底对不对 没错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大盘涨到1000多点 像中股票连动都没有动 尤其像这样合一种股票 你看居然还创新低 还破底 穿头 你说不跟涨就算了 你说大盘涨1000多点 你不跟涨就算了 大盘这两天也不过在季线震荡 它居然还破底 像这种 都不建议 大家同学们都懂我意思吗 也许之后会补涨 那之后再讲 因为你一定要认真去思考 就是说大盘它每一次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尤其现在大盘的量这么少 我这么跟他讲好了 现在的量不是3000亿4000亿 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动能足够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哇 很多股票都会涨 像去年来讲就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每天都5000亿 我告诉你 好坏的股都会涨 不赚钱的也会大涨 赚钱的公司会涨更凶 可是因为现在动能差了一大半 你看去年这边大概在4000亿 现在只有2000亿 你说这个市场租租少了一半的人 少了一半的资金 你如何期待所有的股票都会大涨 所以这个时候 我这么讲好了 接下来的操作 它的难度会有一点点难 我必须老实跟大家讲 它会来渐渐的会有点难度在 但是这个难度也不会说非常的 好像很难选股也不至于 但是还是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那些涨多了 特别不要去追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涨多的股票 这两天我在看 我也不要点名什么股票 都有主力在震荡出货的迹象 总而言之 如果你认同我们买在起账点 就是一个什么 大赚的行情 我相信从金利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这当初我在推荐的时候 争议是最大的 因为我讲完之后 真的你看5月20号 5月20号之后金利科盘了多久 5月20号在这边 盘很久的 盘了好几天 我刚才不是说讲 盘了连我自己的会员都不耐烦了 就可想而知 很多投资朋友都比较急功近利 你急功近利我没有意见 但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用冲的 有些股票可能还是要趁它拉回亮缩的时候找买点 所以说现在回头来看 当初我在5月20号那时候 大概在5月20 25号那附近 我们布局好几次金利科盘都是正确的 大家懂那个逻辑了 好 当你知道逢低布局卡位买在起账点的重要性之后 接下来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要买什么的重点了 接下来就是买什么的重点了 好 我刚才刚才提到了 从千元以上的高价股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业绩好的股票 的确都是带头领工 包括像金利科 它现在也算高价股了 已经400多块了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像大力光这些 基本上来讲 没有人敢说像联发科大力光这些股票不好 对不对 好 那既然这些股票它已经带头领工了 供到哪里 这才是一个重点 你说现在再去买这些股票 能有多少的盈利空间 这个我不能跟你保证 一定每一档都还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但是有一个重点 这些股票因为它已经领先大盘突破季线了 领先突破的会领先盘 所以现在你要布局的就是 有机会接手去酝酿突破的 所以这就是我跟他提到的 这一些还没除息的 慢慢的都有机会 今天可惜的会洋 今天是8号会洋除息没有天息 但是我跟他讲无所谓 我们要的是他除息前这段行情 懂吗 2636的台华星期五要除息 你看他这两天表现都不错 你看有看到吗 起一大盘 还有即将除息的随便抓几次来看 你看现在得律 你看6月10号要除息 有没有看到 早就已经先反应涨了一大段了 6491的金硕还好 因为骨架比较贵 所以动起来比较没什么力量 我们看一下这个3374的精彩 你看他下个礼拜出息 6月15号 是不是股价已经先反应了 这两天都卡在这边等出息 还有台积电6月16号 下礼拜出息 看看他出息之前 会不会再突破一次季线 我相信他出息之前 如果再突破一次季线的话 大盘基本上也过得季线 那个时候主流就会跟现在 你看他的不一样 就会有股新的强势股出现 跟我们一句话 主角会换人做 所以在接下来的布局来讲 我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这下还没出息的 我觉得可以好好去琢磨布局一些 韩英国我觉得是可以 再来跌生的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会在问 说跌生到底哪些跌生的股票是可以碰 因为这个时候的选股 就会面临到两个问题 第一买跌生的赌他会补涨 第二买跌生的 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遗珠之汉 市场可能没发现到这些好股票 慢慢慢慢的 然后直进回流就把它做上去 所以在整个布局上来讲的话 我讲我自己的布局来讲的话 其实我这两天都在做持股的调整 所谓的调整就是说把上礼拜 不是卖那堆股票 卖那堆股票完之后 当然不会让钱闲着 就开始去布局一些 接下来我讲了这两大类股 这两大类股 这两大类股 这都是接下来 我要布局的一个重点方向 至于是哪些股票呢 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布局方向有哪一些 休息一下 打算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可以不与礼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你可以钓鱼轻心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数 苦口婆心你 好 如果有兴趣 跟了庄老师一起布局 在起账点的话 接下来先跟他简单的介绍 我们已经在布局的股票 大家知道 我现在讲的这几档股票 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说除了业绩好之外 基本上来讲也跌得够深 然后目前来讲涨幅都不会很大 我相信这样子的股票 在当大盘突破季限的时候 这些股票 它的表现绝对会比你现在看到 这些已经飙翻天的股票来得更强 是这样子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提醒 这已经开始带领会员布局了 第一季赚了3.39 社会ABF也就是IC载板 产业持续向上 乐观看待第二季 大家知道 很多这些上市贵的电子公司 第一季因为上海昆山封城的关系 还有上海封城的关系 基本上抛出来了这些营收 大部分都是不好看的 可是不好看情况之下 也还不至于亏钱 还不至于亏钱 所以为什么他们第一季比较偏保守 还能赚钱 可是第二季一般来讲都比较偏向于乐观 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 你想把现在已经六月了 第二季也快结束了 也快结束了 所以我们等着看看他们到时候 六月份的营收公布完之后 会不会反映股价都可以知道 那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看不管是看KD MACD 或从筹码来看的话 或从结构来看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标准打底的形态 股价也不贵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股票 净可供 所谓净可供就是说 比如说我贵坏的波段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寒息未出 那退可守 为什么说退可守 因为都在底部 就算买的做错了也不会亏很多 懂吗 这就是一种布局上的一个提醒 我跟他做个提醒 再来昨天你跟他分享的这档也是一样 这是运量要突破季线 有没有看到 就差那么一点点 等到他站上季线完之后 我相信像这样子的股票 肯定不会是只有还在这里 你看这个双底结构打得那么漂亮 你看他今年要配10.89 是创历史新高 其他的部分 我昨天也跟他聊到了 你看社会电动车能源车需求的大增 BMS晶片 市场规模也持续地抗争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一样要做电动车 当然有的会直觉说 做什么要做电动车 看这个做美其马 是啊 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我这一次我没有做美其马 我觉得它跌得不够深 简单地讲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股价还没有到非常让人家吸引人的部分 跟这个相比之下 你说美其马赚得比它多吗 有配息配得比它多吗 没有啦 严格讲起来 你看这个严重超跌 这种超跌之下才有超额的利润 懂不懂 这个是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 包括这个也是 你看这样的表现也不错 第一季也赚了2.03元 股价都在一个相对的低档 像这种股票都是 我在布局上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积极布局的一个部分 简单地跟他聊到这边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现在接下来的布局 因为这两天大盘 它毕竟还是比较偏向于量缩的整理 所以有些股票 你们在观察 你会发现到 好像这两天都不太会动 卡住了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到季仙的短压 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经历课 不都是一样的问题吗 你看它第一个阶段 初四段的反弹 是不是遇到季仙的反弹 压力之后 你看那边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可是震了震了震了之后 你看后面的涨幅比前面更远 大家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你看像有些股票 就像我刚刚跟他聊到 这几张股票也是一样 你看像这个 现在也是季仙这边震荡震荡震荡 这个也是刚好遇到季仙附近震荡震荡震荡 大家懂我意思吧 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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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讲好了 只要大盘气顺 就是那个趋势一来 市场的买盘一涌入 信心一回复 我跟你讲 我们等的是什么 就是后面这一段 你有了解吗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等这些股票都涨上去 你再来追 欢迎你来帮我们抬价 我都无所谓 有些股票我为什么公开 公开分享 对不对 就是让市场大家 你来共襄盛举 来帮我们抬抬价 但是有些股票 现在反而是一个逢低布局的好机会 就像我当初布局经历科一样 对不对 我节目上公开 我也跟你讲说 我在布局经历科 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 眼睛的人看不出来 我也没办法 事实证明 现在回头去看 当初逢低布局这些股票 对或不对 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甘心来帮到时候 再帮我们抬价 我没有意见 我讲真的 我没意见 但是我觉得 我相信没有人甘心 在帮别人抬价了 那当然就跟上周老师的脚步 好不好 我们一起 在还没有起涨之前 一起再布局 好不好 一起在底部 一起布局 然后等到大盘 顺利突破机械完之后 我相信这些股票 好股票一定会得到市场 能够共鸣的 慢慢的市场就会知道 好坏之间的差别 那那些涨多了 我只能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的话 尽可能还是先站在卖方 因为当大盘突破完之后 有些股票 有些主流 我这么讲好了 有些主流开始轮动 那那些涨多了 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调节 还是逢低布局 我认为 胜算会比较大 胜算会比较大 看看之前我们金鸿是怎么赚的 亚信这些股票是怎么大赚的 每档是不是从低档 开始布局 所以才能大赚 好啦 有任何不了解 不去哪个地方 都很欢迎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联系 那今天节目呢 就为大家进行 他这边 节目最后 预助所有投资国 操作树立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白 你们在干嘛 我来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累了吗 我还没用死 不白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备用的耳朵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力达蛮牛 尘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明镜与点点栏目